圣经充满许许多多的神迹 就是神介入了人类现实的世界 使得众多的不可能成为可能 好让那些爱神和守神戒名的人 得着神的神迹,恩典和帮助 但是基督徒必须明白和清楚分辨 原来圣经的神迹主要分为两大类 第一类型神迹是神透过大自然界的规限 以极为巧妙的方法产生出一种 由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迹出现在现实的世界 例如《士师记》第七至八章记载 纪典和三百个勇士 借着耶和华的指示和纪典的刀 以突杂的方式使得敌军来个操守不及 而杀掉敌军十二万人 例如记载在《撒姆尔记》上三十章 大卫和跟随他的四百人 同样得到神的指示追上阿玛丽人 并且藉着突杂的战术 杀败阿玛丽人 第二类型神迹 这种神迹经已脱离自然定律的常理 纯粹神以超自然方式 介入在现实的世界里面诞生出来 以超自然方式诞生的神迹包括 约书亚围绕耶利哥城吹角 圣详就塔坎 参宣以一滴遷 以利亚降火消灭五十夫长和他的五十人 以利亚承船风升天 以利沙倒不圆的游 以利沙使得妇人之子复活 以利沙使得妇头浮起 以利沙使得妇人之子复活 以利沙使得妇人之子复活 十八万五千大军一夜死尽 先知以赛亚讨告日影往后退十度 但以利的三位朋友在火遥中没有被烧伤 更加和神子在火中同行 若拿在余福中三日三夜 还有主耶稣侍奉三年半所行的各种医治 赶鬼和异能 包括主耶稣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 主耶稣行水面 并且写到彼得也能够行水面等等 此外在圣经旧约中 著名的超自然神迹 还包括摩西向海生象 使红海分开 所以属于超自然的固然不能够以自然定律来解释 但是发生在自然定律以下可以解释的神迹 亦不能够强行以迷信或者神怪方式来解释 以扭曲圣经的原意 不论是自然以及超自然的神迹 圣经都期待我们必须按着正义来分解神迹 认知神全能和全然的掌管 至于在摩西十灾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迹中 亦都有自然部分和超自然部分 并且都是神按着他的全然掌管 驾驭了人类现实的世界和宇宙之间星体的运行 包括恒星Destroyer即是PlanetX的出现 影响和毁灭性的破坏都是非常指定感 在适当的时间为摩西彰显出指定性的灾难 因此因着埃及人的历史书Cobrin Bible的记载 非常详俊描述摩西十灾和恒星Destroyer 彼此之间互动的关系 所以关于摩西十灾的出现 的确可以从自然的角度 理解神如何驾驭现实的世界 掌控了恒星Destroyer 而导致十灾的发生 但是另外除了恒星Destroyer 即是PlanetX的自然部分之外 摩西十灾也有属于超自然的部分 其中最为明显就是第十灾 击杀长治之灾 神明言这次灾央是由超自然介入参与 俊埃及记十二章十二节 因为那夜我要秦行埃及地 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 无论是人是生畜都击杀了 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 我是耶和华 俊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三节 因为耶和华要秦行击杀埃及人 他看见血在门尾上和左右的门框上 就必越过那门 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 俊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九节 到了半夜 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 就自从坐保在的法路 直到被老囚在监虑之人的长子 以及一切投生的生畜 尽都散了 虽然 吴俊耶和华的埃及人 都有以自然的角度 在Cobrine Bible里记载 击杀埃及人和生畜长子的事件 但是 整宗事件在以色列人 埃及人 及生畜身上所出现的选择性 唯独是埃及人的长子 和他们生畜头生的才遭到击杀 显然 这是一宗 自然配合上超自然的神迹 并且 击杀长子之灾的出现 一定正如圣经所记载 是神荣耀灭命的天使 选择性在指定的人畜身上 进行杀灭 即使在同一个平原上的人畜 或者是所有同一样高度的幼小动物 灭命的天使 都是超自然地选择投生的 才会击杀 因为从圣经的记载可见 历代历世 神都以智慧、策略 对于人类历史的编排 以自然和超自然方式 彰显出各样的神迹 甚至有时候神会藉着 猜派天使介入在人类历史里 完成神的计划 而绝对不是人为 或者是自然现象可以解释 天使介入在人类历史的事件 包括天使曾参与毁灭所多玛的工作 记载在创世纪十九章一至十三节 参宣的出生 史诗纪十三章二至三节 以尼莎周围有除灭敌人的天使大军 列王记下六章十七节 天使保护弹以尼 脱离狮子的口 弹以尼书六章二十二节 天使加伯列 告知弹以尼以色列七十七的遗仗 弹以尼书九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 天使加伯列 告知马里亚将要圣灵怀孕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 天使拯救使徒 夺离监牢 使徒行转五章十九节 使徒行转十二章七节 因此 从以色列人追埃及的如月节 及击杀长子事件中 摩西的《摩西五经》所记载 全部以超自然的角度 技术事件的发生 另一方面 Cobrine Bible 即是纯以自然的角度来到记载事件 他们无法理解到 在物质界以外的灵界 究竟神的天使参与了什么工作 所以 当我们将Cobrine Bible 和摩西五经两者并列研究 就可以看见更为完整的事件 在击杀长子的事件中 按照Cobrine Bible 自然部分的解释 就是毒气所导致 在摩西五经所述 超自然部分 说明是 神选择性击杀长子 和动物投生的解释 则如摩西所记载 因为有灭命天使的参与 事实上 当踏入世界末后的时候 启示录清楚记载 神的使者和天使 亦都将会参与在七年大灾难 和PlanX的灾难当中 中文字幕的主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